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花莲因强阵酿出不少灾情,各国也都表示关切。 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推特上向各国说明花莲正灾状况,收早也推文感谢世界各地的善意与援助。 从7日凌晨一点多到傍晚为止,蔡英文的推特持续,再向国人说明政府目前的救灾状况,也感谢搜救人员的辛劳。 他也透过推特向国际发声,说明当前灾情,上午贴出他与团队到花莲看灾的照片,也特别感谢我国友邦宏都拉斯总统叶南德茨,Juan Orlando Hernandez,以及海地总统摩尼氏,Giovenal Moise,在推特上表达对台湾花莲的关心。 今晚稍早,蔡英文在发文表示对各国的谢意,台湾非常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帮助与支持,虽然花莲的物资已经充足,但台湾人民还是感受到了你们的温暖与善良。 总统府也表示,到目前为止,已经陆续收到来自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澳洲、北里斯、加拿大、捷克、多明尼加、法国、瓜地马拉、海地、洪都拉斯、纽西兰、尼加拉瓜、波兰、圣楼西亚、土耳其、英国、欧盟等政府的关心。 教宗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对受灾者至上哀思以及国人祝福。 总统府还提到,美、日、新加坡等等国家都热心表示愿意提供人力、物资等等支援,希望能早日帮助花莲。 灾民重建家园。